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PRBGTS耐久積分賽第四站 在東京高速公路 而且時間是晚上 頗有彎彎的感覺 經過了30分鐘的排位之後 由第一次參加的財富Porsche 911拿下崗位 千草Ford的野馬居然第二 第三渡邊的Porsche 911 第四翔哥B&W Z4 GT3 第五千輛Sumaru WRX G23 第六Rocky Lexus RCF GT3 第七J Nissan GT2 GT3 第八Wesley Sumaru WRX GR3 這場的參賽人數稍微少了點 只有八台車來比賽準備要開始了 千草不是第一個起跑 這應該是難得一見的事情 快點了 快點了 一下子似乎 財富就跟後面稍微拉開一點距離唷 這次被衛士領介紹來參加的財富 超級厲害 查出了一些火花 不過速度還是非常非常的快 差距越來越明顯了 努力追趕了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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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中央外環線的距離 雖然不是說特別短 但是因為速度都非常快 所以一圈只有一分多 一分十六 現在千草跑出來的成績 這是第一圈 千草也脫離了殘酷的集團了 接下來就是一整群的車 從第三渡邊 第四 翔哥 第五 我 第六 Rocky 第七的J 全部開在一起 五台車 我才直線超過翔哥 爬升到第四名 Rocky 也超過了翔哥 翔哥似乎有插到牆壁 稍微的小失誤 這關 速度非常的快啊 一下子一個鏡頭就過了 看起來有一種爽快的感覺 我已經瞄準了渡邊了 我Rocky也是緊跟在後面 想要從後面追 吧 反正練習的時候 它是河得非常快的 Rocky成功超車 吸著Rocky的尾流的J 也要一口氣超過我 一下子要落回 後面 還變成第六 氣跑的時候還要滿 在一整群的車隊 Rocky只剩下一個障礙 去杜邊 大家都不斷擦到牆壁 板子上要賺翻了 其他車的板子獲得要多少錢 我怎麼知道GTR是七萬日幣 三次速度到後面開始有一點點拉開了 已經持續四圈了 我已經趕上了 我已經趕上來囉 我不會趕上來 我不會趕上去 我已經想要再去 ард先生 你怎麼會知道 我已經開了 我現在還想要去 你怎麼會露探 妳都不願意明明 五天五圈 踩過 踩過 五分多 現在Rocky的單圈是 一分十三 Rocky跟杜鞭並行 超過去了嗎? 超過去了嗎? 站著內線的Rocky 直線還是被杜鞭拿回前面的位置 這裡整個黏到Rocky的車尾上 下一個直線或許就會見著尾流超車 這場吸到尾流是非常恐怖的速度 Rocky稍微插到牆 我終於沒有逮到這個機會 三台還是黏在一起 太壯觀了這個 糖分 這不斷想要試著超車 左右的搖擺 不容易超過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 每一圈魂魂的跑出一分十三的Rocky 非常的厲害 Rocky要拉蟲直線操作了嗎? 看起來是失敗了 只有兩仙道 超車也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Rocky稍微插到牆 J就趁這個機會過去了 換J夾在中間 很快 南側GTR 每次跑完都山痕飛雷 好 除了一塊土裝的關係 它的傷痕特別的明顯 除了一塊土裝的關係 RK站穩腳步再一次黏到車身中 換J插到牆了 又七萬日幣飛了 RK馬上逮住這個機會 走回第四名 8圈 太可怕了 三台車就這樣黏著一直跑 跑了好幾圈 好幾圈 這裡好像稍微落後了一點 剛剛有沒有照到的失誤嗎 喔 最用重的牆壁 這下是否會脫離零仙集團呢 當然我們已經不知道跑去哪裡了 好 從小地圖上看的話 他們距離一段還蠻長的距離 但是沒有 沒有什麼改變 就是保持這樣 他們插到了一點內牆 這下是否有辦法撐著 操心 有辦法撐著進超車嗎 並行了 跟前女圈的狀況一樣 到這個彎還是得退回去圓魂的外地 下一個直線Rocket再一次從外側進攻 又沒能成功啊 就散開了蠶豆 後面的翔哥已經跟上來了 現在跑在KILLO的翔哥 這個支線速度差非常多 然後拉梯一口氣爬升到第三 中間換人座 突然吸走圍流 試圖進入內線 遊戲來不及 對 翔哥跟上來了 喔翔哥又插到牆壁 這下 好不容易跟上的說 突然跟Jay爭第四名 Rocket成功脫離之後 我已經漸漸遠離這集團了 已經漸漸遠離這集團了 現在換成456 度變 Jay跟翔哥 這關沒有所謂的出賽道具 這回事 除了掉進PIT裡面之外 其他人撞擊 只要沒有失控後面都不一定過得去 後面有可能會被逼破煞車 此外有可能會被逼破煞車 奇幟小心 有可能會被逼破煞車 先進去 尖是就像天然的 這幾圈大概都是14、14、13 最從那一側 超車這樣有擊到嗎? 似乎是有擊到,退回原匯 讓路邊返回第四名 我也因為這個讓匯動作 讓翔哥有擊合秤 兩台車並行進入S1區 翔哥取得前面的位置 陷阱到第六 財富剛剛進了PIT 15分鐘就進PIT 還真早 進入PIT之後 千草就拿 暫時拿到第一 跟前幾圈相比 大家的距離開始拉開了 沒有像前輩一樣跟緊緊 小型 差不多是13、14 上個圈跑出了一個15 ц 噢 再一進PET 13分 欸 還剩下1小時13分 再一進PET的話 殘兜集團大概就暫時散掉了 我們就來稍微加速一下 準備進入下一集 那我們這一場的第一部分就到這裡結束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的影片跟直播哦 那我們這集就這樣 下一集再見 拜拜